总统赖清德今天宣誓就职了 大家也注意他的就职演说内容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赖总统诉求两岸一起追求和平共荣的善业 带您来听他的演说内容 由于两岸的未来 对世界的局势有决定性的影响 承接民主化台湾的我们 将是和平的舵手 新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 不卑不亢维持现状 我也要呼吁中国 停止对台湾文攻武嚇 一起和台湾承担全球的责任 致力于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 确保全球免于战争的恐惧 台湾人民热爱和平 与人为善 我始终认为 如果国家领导人 以人民福祉为最高考量 那么台海和平 互利互惠 共存共荣 应该是彼此共同的目标 因此我希望中国正是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拿出诚意 和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 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 以对话取代对抗 交流取代围堵 进行合作 可以先从重启双边对等的观光旅游 以及学卫生来台就学开始 一起追求和平共荣 各位国人同胞 我们有追求和平的理想 但不能有幻想 在中国尚未放弃武力犯台之下 国人应该了解 即使全盘接受中国的主张 放弃主权 中国并吞台湾的企图并不会消失 面对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渗透 我们必须展现守护国家的决心 提升全民保家卫国的意识 健全国安法治 并且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强化国防力量 建构经济安全 展现稳定而有原则力的两岸关系领导人力 以及推动价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国家 肩并肩 形成和平共同体 来发挥威责力量 避免战争发生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每一个人都要团结爱护国家 任何一个政党 都应该反併吞互主权 不可为了政权 牺牺牲国家主权 当世界上有越来越多国家 公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在在证明了 台湾是世界的台湾 台湾是全球和平繁荣 值得信赖的力量 无论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台湾 或是台湾 皆是我们自己 或国际友人 称呼我们国家的名称 都一样响亮 就让我们不分彼此 大家一条心 大步走向世界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